因为补选倒数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蓝绿在南投这一局 交锋非常激烈 像是其实 过去在选这个南投县长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议员就在质疑了 为什么这个林明珍的儿子 有这个豪宅呢 那绿营的朋友就说 其实不反对爸爸买房子给儿子 可是财产来源 是不是应该要说清楚 希望不要成为第二个中二地区 那我们先来看 因为林明珍在这个去年9月份的时候 他有针对相关的问题来回应 林明珍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积极老家残破 那退休之后总要有房子住吧 所以以儿子的这个名义来兴建 那用自己过去当立委啊 县长得票的补助款 加贷款来建 那敢不敢 哇 林明珍讲的义正言辞 那素贞有开箱豪宅 那是什么样的情形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有关于对 来 素贞就是有关于这个豪宅的问题 大家会质疑吗 可是林明珍觉得 他可以选举补助款 敢说不行 来 绿云是怎么样质疑 好 这个我们去年有质疑过的原因是在于 其实他的补助款只有一千多万 他将上他的薪水不吃不喝哦 不要忘了林如斌根本没薪水 他还得养这个儿子一家 林如斌已经结婚 而且有孩子了 在这状况下 就算他不吃不喝 加起来也才两千七百多万 两千七百多万 如何去买入一栋 就是两千五百万的豪宅 然后而且是两栋加起来大概五千多万 我们去年 对我们去年质疑的点是因为他们负质量的贷款金额说不清楚 就是到底你买这栋房子 你贷了多少钱 你自备款多少 讲不清楚 那讲不清楚代表一件事情 其实跑过银行的 或买过房子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概就是说 在购物的过程中 可能有半买半相送的质疑 或者是说有特殊的管道 才能够在以低于市价状况下去 买到这么好的一间房子 所以光是补助款 财产来源说不清楚 这是一点 第二点也是我本身比较强调的 我非常强调的件事情 像在台北或者是北部的一些县市 青年住宅社会住宅 其实已经盖得非常的多 甚至我有朋友也有排到 所以我有进去参观过 我非常羡慕 因为在我们南投呢 现在地价房价都在上涨 可是我们的南投年轻人 其实没有一栋青年住宅 也没有一栋社会住宅 林明珍你当了八年县长 你盖了两栋你家豪宅 你一栋一间青年住宅都没有盖起来 而且开箱影片中我提到 豪宅的位置往前 大概如果走路大概十分钟 开车大概三分钟 就是我们青年住宅的预定地 你当了八年的县长 你并没有在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 最可恶的是 你把我们年轻人赶出南投 你让我们的家人留在南投生活 但是你并没有把社会福利做好啊 你也中央的前瞻计划 你也爱申请不申请啊 国小操场你也不处理好啊 我不晓得林明珍当县长 到底想把南投打造成什么样子 那刚刚亮君议员有提到 就是说林明珍这一次为什么一定要卡位 我跟大家说 因为林如斌过去有选过议员 但是他没有选上 所以当他这一次选立委的民调 是最低的时候 我劝他们父子俩很紧张 所以索性干脆就让爸爸先卡位 那林明珍一直强调说 他现在选立委 他明年不会再继续连任 那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选这八个月的立委 我想亮君议员或者是这个范园委员都晓得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陈情案 处理起来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你只做八个月 你就不做了 那你卡这一席就是为了你儿子啊 难道你是为了南投献民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南投人一直很在意他的这个 豪宅怎么买进来 以及他为什么政机一直收割 然后证件一直跳票的原因 这个豪宅的问题 这个袁之远也回应一下 因为刚才素贞的意思就是说 你县长照顾儿子 但是是不是没有照顾南投相亲这些年轻人呢 社宅进度现在在哪里 但是自己家豪宅去冷冻 那国民党这个部分要怎么回应 因为民进党指引的就是说 你财产来源招待不清嘛 不是这两个议题 不要故意把它混在一起 一个是说他到底他钱有没有来路不明 应该是点在这边嘛 那我是觉得民进党如果有证据就去检举了 不要用影射 那林明珍有没有说清楚呢 不是那我对蔡英文的蔡英文也很好奇 难道我这样讲一讲蔡英文出来解释吗 对这个有什么证据就去检举了 不要一直用影射 人家如果说前世来自已很正当 他要盖房子他要干嘛 买跑车都他的都他家的事 那另外就是他有没有盖社会住宅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林明珍可以说明一下 就是他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因为盖社会住宅 其实包括就是北部台北跟新北都这几年开始开始动作的 那你还要找地嘛 你还要做很多相关的规划 这也不是说忽然间就可以就可以做的 那所以他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 社会住宅在在南投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然后那南投的建设他的优先性优先性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讲选举这个都这个是很良性的 关于这个部分我我倒是蛮支持 就是说每个候选人可以把自己的证件说明清楚 那自己去拿那个口水喷来喷去 我就觉得那南投人可能是都看故事 也不见人说好像关心这些 林明珍现在竞选总部发言人的心好心 他面对什么样的质疑 包括之前被诟病的这个论文有没有抄袭 他也是派儿子出面来说明 真的可以感受得出来 真的很疼狠 那现在国民党的部分要怎么样出招 来这个针对对手蔡培慧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素贞 这个是在昨天国民党召开了记者会 那国民党呢就是除了党中央之外 还找来了刚才你说的堂弟 堂弟叫做林如阳 一起来炮轰这个对手蔡培慧 说人家这个林明珍一辈子都待在南投 资历非常的完整 都是深耕南投 他说反观你们民进党蔡培慧 都是空降啦 空降完又跑回台北 选举才来南投 形成非常强烈非常巨大的对比 哇他把蔡培慧灌上一个空降 这样子的帽子 苏贞 我想要提一个点是这样子 就是林明珍一辈子都在南投没有错 那为什么在你执政状况下 南投的发展越落后 到底是你的执政出了问题 还是你的能力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他必须要出来就是面对 第二个是他们一直想要拉空降 以及在地 我想要强调一点 蔡培慧她是渔池家 入骨的女儿 她混血 混渔池香跟入骨香 那蔡培慧她在一九九九年 我们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隔天 她马上就回到南投 而且去重建我们南投的很多灾区 包括林明珍最引以为傲的集集小火车 这一点集集重建 也都是当时蔡培慧在九二一震災基金会 去协助起来的 我认为面对灾难 或是一个地方发展 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 本来就是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你不能说蔡培慧不分区 林静宇不分区 将资源争取回来 你不愿意出配合款 你将蓝绿二都放在这个 宪敏福祉之前 那林明珍一直强调蔡培慧是空降 包括唐帝昨天甚至直接说 蔡培慧完全没有建设 我 我觉得我需要丢这个 政绩卡给她看一下 就是争取了多少的钱 包括处理垃圾 处理学校操场 处理学校的空间 还有很多的这个清創产业 通通都有进到南头 都是蔡培慧在担任立委 以及中办执行长的时候 去做争取的 所以林明珍前县长一直说 这场选战是这个造谣抹黑 乌贼战 我想要强调的是 昨天你们这场记者会 才真的完全是造谣抹黑乌贼战 对 所以我希望她要出来说清楚 国民党现在说你们民进党派出来 蔡培慧是空降了 我刚才素贞有讲到 这国民党是不是真的是攻击 这是恶意攻击抹黑呢 蔡培慧就是南头鱼池香的女儿 最近这几年为南头争取了多少建设 Google一下都看得到嘛 国民党有没有扭曲事实呢 来这个委员怎么看 会把蔡培慧讲成空降 我想这个真的是蛮夸张的 你看这样子一个堂堂的任人物 怎么对待一个南头的女儿 回乡要奉献 那讲到蔡培慧 我还真的跟她还算蛮熟的 因为她在当教授的时期 我们认识就是因为太阳花运动 她当时就投入很多太阳花运动 那她在场内 我在场外 我们做那个街头的民主教授 那可是她也不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她就在关心公共事务了 她在世新大学教书的时候 在那个是921之后 921那个时候 她还是国会助理跟博士班的学生 她在世新教授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参加农民的运动 为能民争取权利 那陪着农民上街头 那大家知道后来我们农民有农保 那就是说你做农民 不会说没有退休金 那这个其实蔡培慧 在2016年 小英总统请她出来做 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她那四年 不只是为南投 她为全国的农民都做了多少事 那她2020年就出来在南投参选 你如果说她那时候才算回乡的话 人家没有选上就留下来服务 那后来接了中办的执行 终于有机会 又有一个工作在那边 那你看她921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个学生 当国会助理就会回乡 我看到她的故事都觉得很难过 因为他们家自己的房子就倒了 然后她后来当不分区立委 继续为南投做事 没有选上继续耕耘 耕耘这么久 从她不算不分区 她为南投做的事 2020年到2024年 这四年的努力都不叫耕耘 那不过我们回头来讲 连这个都可以批评 表示蔡北惠真的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你看看另外一边 有多少事可以被批评 那我真的觉得南投人 这场选战 这不是党派之争 你南投需要怎么样的 愿意自己没有背景 可是却投入我们公共事务 真心为南投的 那蔡北惠 我今天早上还刚好点到她的影像 她说她妈妈很不甘 觉得一个女儿选到这么辛苦 然后叫她说是不是不要了 可是蔡北惠知道 她是她妈妈这么的不甘 可是她做一个南投人 看到南投这么没有发展 她才是真的不甘 就不甘心 那所以我真的请大家帮 蔡北惠宣传一下 对手很糟 但是最重要的是 蔡北惠没有什么可以被批评的 唯一被批评的点 根本就是捏造出来的 难道南投人不希望 优秀的女儿回来为南投做事吗 这才是真正的为南投做事 玉慧姐 于池湘的女儿 现在被国民党说是空降 说她每次选举完又跑回台北 那真的是这样 我认识蔡北惠应该是很早 她还在世心当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电台主持节目 那我们常常有关于农运的这个问题 或者跟农民相关的这个议题 我都请教她 我印象当中 那时候北惠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 她真的是非常纯朴 我后来在电视上面看到她 她变成了一个部分区的立委 她常常上镜头 我可以侃侃而谈 我觉得陪惠变漂亮了 而且陪惠变得更有自信了 我觉得陪惠回到了家乡以后 她的改变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 是因为她的家乡 她的土地 她的选民 她的这个所有的乡亲 给她的自信 她所展现出来的 因为土地才有感情 你在蔡陪惠的身上 学生当然会给 我们都在学校教过书 学生会给我们一些的这个动力 没错 但学生有时候会把我们磨光掏空 我看到陪惠当时是这样 我看到她回乡以后 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我那时候 因为她那个时候在大浦的 这个张药房还曾经不小心 出过了一个小车祸 那时候我也很担心 因为我就觉得 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是因为从事公共事务之后 让她找到了自信 让她知道说 她的这个乡亲需要她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 好 那既然讲到乡亲需要她 刚才袁治议员也其实说到说 上次陪惠也曾经选过县长嘛 那有一些议题 的确在县长的时候 包括房子啦 然后包括很多 这个其实都拿出来 儿子有没有做官的事情 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 如果要选立委了 我们再来好好检讨 两位都是立委 蔡陪惠当立委 林明珍也当过立委 蔡陪惠是双料的优秀立委 林明珍呢 代官查立委 我们不要检讨人家的学历 那这个是代官查立委 说到年纪 蔡陪惠今年52岁 林明珍今年71岁 我不是 我不赞同这个国民党的世代交替 你们国民党不是很爱世代交替 这样世代交替的话 71岁 小心 你要不要出来说说话 这样子要不要一起交替掉 你们要不要觉得 既然废红太 你觉得太老了 应该到不分区 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要到不分区 那比废红太年纪还要大一些 是不是同样的逻辑吗 所以你国民党不可以这样双标 好那再回来 刚才讲到说他过去的证件 他过去的证件 跳票的不只是侏罗纪公园 我一看 还有和欢山缆车 还有什么什么 水里的车程到日月潭 向山之也是缆车 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证件 讲的 但是真的满嘴跑火车 什么东西都没做到 那我们来看看菜培会呢 我把字放大一点 菜培会 每一个南投 每一个不同的乡 他该做的 他全部都有做到 不管是对年轻人 对这个年长的乡亲 他全部都有做到 那这个是他过去 他在担任立委或行政院中办的 这个执行长的时候 他做了这么多事情 最同样的标准 既然要选立委 我不赞同说 因为我相信立委绝对是 这个资深的 绝对是有他的这个经历在 但你国民党不是说要 世代交替吗 那林明珍 他是不是该被世代交替 调的一个对象 因为他过去做立委 是带观察的对象 他过去做立委的时候 他所提出来的证件 全部跳票 但你看看菜培会 你不要说政党 我觉得 其实很多的民众 你不要看政党 你要看南投这个地方 我很喜欢去南投玩 今年这个过年前 我也去南投玩 南投真的是 好山好水 但后面还有三个字 好无聊 那南投的建设在哪里 我现在在南投看到 都是老人家 那老人家可能只能够 种一些的水果来卖给大家 那年轻人 如果没有办法回到家乡 老人家该靠谁照顾 年轻人没有办法回到家乡 家乡要怎么发展 南投 你如果 这个人家帮儿子 要这个争一个工作 争一个房子 菜培会 或者是你现在的这张选票 是帮你自己争一口气 帮你的年轻的孩子 争一张回到家的机会 菜培会跟林明珍 两个人 白白 以前都没做过礼物 刚才看到这个大家的评比 就是差异非常大 在这边 我还是先请素贞 稍微来告诉观众朋友一下 到底到底现在 南投的选情 目前听起来是怎么样 是五五波 还是说差很多 其实现在南投选情 确实已经到五五波 我会说已经到 是因为林明珍 因为他一直说他在地嘛 而且必须说左水溪线 他这边确实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组织 但是因为他将另外一个 左水溪线的议员 就是本来想要选 这一席的这个年轻议员卡掉 所以其实他这个举动 是让地方的基层 不分蓝绿的状况下都非常挫耀 而且一直这个议论纷纷 是认为说 他的以他的年纪 还有他过去做事的这个成绩来看 他根本不应该再出来 跟年轻人争夺这个位置 那其实我自己是期待这一场选战 他不是说国民党夺一席 还是民进党夺一席 而是当其他县市在世代交替 或者是一直在换新鞋的时候 南投的政治 有没有办法往前走 因为这攸关到南投民主化 什么时候会发生 现在林明珍让我们发现 他整个县府就是家天下 那他就是个皇帝 习有花联国 那这个金有南投皇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们南投人是非常伤害的 所以我还是在这边很期待 就是蔡培会他很努力 那他做了很多事情 那当然南投有一定的 这个蓝绿版图 确实也是他选举过程中 非常辛苦的 可是我相信南投人这一次 会做出一个对的选择 因为我们需要是专业优质 然后为大众服务的 我们要的并不是一个 一心一意栽培儿子的一个县长 如果他真的这么爱家爱儿子 那就请他回家 就请他回家 不要再耽误我们南投县的发展 这一局对商亲 对南投的商亲来讲非常的重要 国民党要拼的是固守这一席 那么民进党是要拼翻转南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来看的是 这个真的是声明的旨意吗 今天媒体有报导说 郭董要参选 贵尼西亚真的有去请示神明 妈祖跟关公都说OK 都说同意 这个郭董真的要与神同行了吗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要来请教我们的佩芬姐 谢谢 拜拜 看你 mee median 及 便 银coat 盹 Unter正 dement 明